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关于运用熟灵的恩赐这样一个话题 熟灵的恩赐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 里面这样说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重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他复活升上高天去 那么他复活以后 圣灵从上头浇灌下来 也将圣灵的恩赐浇灌下来 赐给凡事属于神的孩子们 所以基督徒们都有份于这样美善的恩赐 这样的恩赐是从天父而来的 有的弟兄姊妹认为恩赐只是一两个基督徒的事情 只是那些传道人的事情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恩赐是每个神的孩子都有份的 那么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来看 如果有一个父亲 他有许多的孩子 他爱这样每一个孩子 对哪一个孩子都没有什么偏袋 但是父亲会按照每个孩子的性格 每个孩子的需要 给他们不同的礼物 然后这些小孩子在收到礼物之后 因为他们的礼物不一样 所以他们就可以彼此分享 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的 他愿意将礼物赐给每一个孩子 恩赐就是礼物 同时他也希望 他的孩子们之间 用恩赐来彼此的服侍 彼此的配搭 一起来建造神的国度 那么恩赐有多少种呢 我想没有哪个人能够完全说清楚 恩赐到底有多少种 因为神是一个无限的神 他的礼物也是无限的 当然我们还是可以从圣经里边 归纳一下恩赐大致有哪些方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七节到十一节 这里边说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 是叫人得益处 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 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 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 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 又叫一人能行义能 又叫一人能做先知 又叫一人能辨别诸您 又叫一人能说方言 又叫一人能翻方言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 凭己意分给个人的 这里讲的恩赐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跟说话有关系的 比方说做先知 或者说说预言 还有说方言翻方言 这些都是跟言语有关系的 另外一类呢 跟做事情有关系 比方说行义能 还有医病的恩赐 这都跟做事情有关系 还有第三个方面呢 跟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有关系 比方说辨别诸您 这三方面只是一个大致的分类 实际上这里边的恩赐 有许多都是在一起运作的 比方说信心常常跟医病的恩赐 和行义能的恩赐在一起运作 那么智慧的言语 知识的言语 有时又和辨别诸您有关系 有时和做先知 说预言有关系 所以说这些恩赐 有时是混合在一起运用的 实际上在说话做事情和思想 这样三方面的恩赐 还可以包括一些其他的内容 比方说吧 有的人特别会安慰别人 有的人呢 又特别会在一些 有争议的弟兄姊妹之间制造和平 那么这都是一些 跟说话有关系的恩赐 那么还有一些人 在服侍人方面很有恩赐 比方说善于照顾穷人等等 这些也是做事情方面的恩赐 但是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 神赐给我们恩赐 不是让我们去自夸 去觉得比别人强 神赐给我们恩赐 是有神的目的的 那么恩赐的目的 写在以福所书第四章八到十三节 里边这样说 所以经上说 他身上高天的时候 掳掠了仇敌 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既说身上 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 那降下的 就是远身诸天之上 要充满万有的 他所赐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众人 在真道上 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 长成的身量 这地方讲得很清楚 恩赐是为了要成全圣徒 是用来服侍其他的基督徒的 恩赐是用来建立基督的身体 而不是用来建立我们自己的骄傲 自己的威望 那么说到底 恩赐是为了教会的成熟的 是为了让教会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比如 有的弟兄姊妹被神呼召去做教师 那么就不应该满足仅仅自己做教师 还要把自己那些学生教成教师 让他们也可以做教师 那么这样才叫成全众圣徒 世界上的师父带徒弟的时候 都喜欢留一手 师父喜欢永远地做师父 不希望自己的徒弟做师父 那么我们做神工作的人 不应该有这样的心态 我们做教师的人 应该求着 让自己的学生将来也做教师 那么我们做先知的人 应该求着 那些被服侍的人 也起来做先知 应该求着 让更多的使徒 先知 传福音的教师和牧师 兴起来做神的工作 神从来没有说 想把所有的恩赐 都赐给少数几个人 而让大多数的人 都去依靠这些有恩赐的人 不是的 神是愿意 把恩赐更多的赐给他 所有的孩子们 让他的孩子们之间 用恩赐来彼此的配答 彼此的服侍 关于恩赐的配答 写在 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八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 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 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 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 正如我们 一个身子上 有好些肢体 肢体 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我们这许多人 在基督里 成为一生 互相联络 做肢体 也是如此 爱我们所得的恩赐 各有不同 或说预言 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 说预言 或做执事 就当专一执事 或做教导的 就当专一教导 或做劝话的 就当专一劝话 施舍的 就当诚实 治理的 就当殷勤 怜悯人的 就当甘心 弟兄姊妹们 应该看见了 这地方不仅 挪裂了更多的恩赐 而且说 我们是同一个 身体上的肢体 我们应该 互相的倚靠 互相的需要 互相的配搭 我们自己 都应该在神的面前 谦卑地使用 我们的恩赐 彼此地 用爱心服事 好让神的教会 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荣美 我们现在 来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你是我的一切 一切的恩赐 都是你的 我愿意将我的恩赐 放在你的面前 供你来使用 求你赐给我 千辈的心 来忠心地 使用你赐给我的恩赐 来祝福 其他的弟兄姊妹 来祝福 你的教会 奉耶稣基督 圣明祷告 阿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